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营养学要介绍 不同年龄时期的中医营养学 第三个单部分 那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的教学大纲是说 素食者以及素食主义的人呢 他们在中医食疗的部分 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还有贫血的一个经济食物 壮年时期的中医食疗 还有上班症候群的一个中医食疗 我们会做说明的 那在教学的目标 就是经由这样的单元 使同学能够认识了解素食者 以及这些素食主义的 他们的一个中医食疗 还有认识了解贫血的一个经济食物 认识并了解壮年时期的一个中医食疗 认识了解上班症候群的一个中医食疗 这是我们的教学目标 那首先我们要介绍 羊血润肤的一个猪肝汤 那这个羊血润肤猪肝汤 有包括当归呀 黄金黄旗 天灯天门东 还有麦门东猪肝等 这些药材加了水滚了20分钟 猪肝就切薄片 放在锅里滚三分钟 调味 加盐加酒 将丝调味 然后再用香油调味 那这个羊血润肤的一个猪肝汤里面呢 它所含的热量是240大卡 蛋白质呢 有42克 那脂肪6克 糖类呢 5克等 那胆固醇呢 是520毫克 因为它是含有内脏类 所以呢 胆固醇会比较多要小心 那任何年纪呢 如果说有气血虚弱 皮肤骚痒的人呢 可以用这个羊血润肤猪肝汤 可以采用不定时的 这个服用方式 那补肾润肤的鳗鱼汤 这个材料呢 是当归啊 熟地啊 山药酸 酸枣皮 以及和手屋 活鳗鱼 用活鳗鱼哦 更好的哦 那活鳗鱼呢 用米酒先给它昏迷 昏迷了以后呢 跟这些药材一起放在电锅中 加水 跟一点米酒 可以蹲煮就可以了 它是有补肾润肤的一个 鳗鱼汤 那个鳗鱼本身皮是很滑溜的 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吗 对于皮肤的一个润肤有效果 好那它的营养成分就是热量 可以供给1500大卡 那也可以蛋白质高达240克 脂肪46克 糖类呢就2克 胆固醇呢提供310毫克 那这个功效呢 像年老体弱 皮肤烧痒的呢 就是可以不定时的服用 是非常有效的 它是含有一些铁质 钙质也含量很多 好那接下来我们介绍八宝茶 八宝茶里面含有 大枣枸杞汁 莲子 西洋生 干枣花生 红茶等 那用冰糖来调适 那它的做法就是把上述的这些材料 用热水啊 冲 冲泡之后呢 就可以食用 它的营养成分是热量很低的 25大卡而已 它的功效重点就是可以暖心 易肺 润肤养肤 润肌养肤的一个效果 所以叫八宝茶 那对于贫血 是对说男性 血色素低于13.5 女性低于12克的时候 就说这个血色素 红血球各方面就比较 浓度比较少 血色素比较低 血液稀薄 一般情况 男生呢 这红血球细胞浓度呢 低于410万个 或是女性低于380万个 那这些红血球少 然后血色素又低的时候 表示有贫血的现象 那台湾地区呢 贫血的人口相当的普遍 那因为一般人呢 只在乎说有这个症状 应该要去怎么改善而已 并没有去乎 并会一般都会忽略 背后的一个疾病存在的 那贫血的人呢 事实上除了注意均衡的饮食 摄取造血的食物 就是因为贫血的人 很容易造成头昏 目眩 苍白 气喘 心悸 这样的一个症状 那贫血的人呢 他的胃益 有时候可能会有这个 胃益分泌不足 导致胃酸少 而没有办法消化蛋白质含量多的食物 久而久之就很容易造成胃的毛病 也就是说贫血的人 最后呢 也有可能就是胃会有毛病的 因为他的胃酸分泌 通常也是比较少的 好 那贫血在饮食方面呢 是要注重均衡的摄取造血的食物啊 那贫血的高危险群 包括素食者跟这个 素 这两种啊 素食者跟素食者主义 就是要快快的吃啊 这种 或者是滥用药物的人呢 肾功能衰解衰退的人呢 肠胃道溃疡 饮食方面都应该要注意 摄取造血的一些食物 包括动物性的蛋白质 铁维生素C维生素B群 或者是叶酸这些营养素 那食物的来源像肝肾瘦肉 蛋奶类扁豆 深绿色的蔬菜 以及柠檬香瓜 甜瓜水果等 那这是我们讲到说 贫血适宜的适宜吃的食物呢 就是要多吃一些含铁丰富的 像金针菜啊 黑豆 龙眼干 菠菜 当归这些 那对于食补部分呢 要补充的呢 就是会有含钙啊 含铁的食物 每天呢 喝个一杯的柠檬 柠檬加糖啊 蜂蜜啊 这样的柠檬水 那对贫血帮助非常大 因为呢 柠檬汁本身就是一个 维他命C含量很多 那糖蜜再加上蜂蜜 冷开水 那300毫升 这样调匀之后 有助于 这个铁质的吸收 那吃素的人 因为他可能就要多吃一些 啤酒酵母 优肉乳 优肉乳 或者是酸奶酪 那或者是吃一些海藻类 特别吃一些蓝藻 他就可以增加气血血色 那脸色苍白 而且呢 就是 就应该要常常喝 那个黄芪红枣枸桂汤 并且另外多增加一点 当归两片啊 补血效果就特别好 所以脸色苍白的人 除了吃红枣 黄芪枸桂汤之外 加个当归两片来补血 那对于贫血经济的食物呢 就是平日吃蔬菜少的人 体内缺了叶酸 那如果还有喝酒过量 更容易得贫血的现象 那如果习惯吃加工食品 像罐头啊 腌制品啊 蜜饯 这样的人呢 天然的食物营养呢 都摄取量很少 很容易造成 制造血液的不良 那这个贫血的人 最好不要吃这些 加工食品 好 那应该吃什么呢 就是应该要吃 蜂蜜桑胜糕啊 新鲜 把这个新鲜的桑胜 一公斤 一公斤加上这个蜂蜜25公克 那把它熬成 熬成这个糕状 蜂蜜熬成浓稠 那就可以冷藏来备用 每天吃个两次的 每次呢 就10到15公克 就是蜂蜜桑胜糕 那这个蜂蜜桑胜糕 那热量提供了 510大卡 蛋白质呢 是11公克 脂肪少少的 那糖类呢 大概有112克 那它的功效 就是要补肝肾 润五脏 氧气血 对于贫血 非常的有用 再来我们要介绍 阿焦大枣粥 这个阿焦 就是这个鹿 鹿的 鹿皮啦 应该说鹿皮熬出来的 那个我们称为阿焦 它的材料呢 就是用阿焦十克啊 大枣跟糯米 跟白糖这样子 把阿焦捣碎了以后 跟大枣糯米一起煮 使得这个煮熟的 这个快熟的时候 加入阿焦跟白糖 再把它熬炼成这个 就是胶脂状 那这样早上晚上呢 各吃一次 它能够得到的热量 是36大卡 蛋白质一克 糖类八克 少少的热量 但是呢 它的功效就是 脂阴肺 润肺 能够补干纳血 用于贫血 面黄肌瘦的人 很有效 这个叫做阿焦大枣粥 那另外我们可以用 虫草蹲鸭 也就是鸭一只 大概有一斤以上的一个鸭 再加上这个冬虫下草 六大六颗 加盐 葱姜 来调味 那把这个鸭子 洗干净了以后呢 放在砂锅里面 加入冬虫下草 加盐 加葱姜 放适量的水 用小火蹲煮 那这个 虫草蹲鸭 它的热量 大概就是有 1100大卡蛋白质呢 有209克 脂肪24克 胆固醇呢 是930毫克 钙40毫克 铁38毫克 它的功效就是有 健脾益气 补胜固精的效果 那加胃羊骨粥 一般呢 加胃羊骨粥 是用羊肉 羊骨 羊肉或者是羊骨 有两种做 那如果用羊肉呢 蛋白质含量 就会比较多 那如果直接用羊骨呢 就不会有这么多的 热量跟蛋白质 好 那材料部分 我们就是用这些羊肉 黄芪 大枣 糯米 还有加适量的盐 葱姜等 那做法就是把这些羊骨啊 先打碎了以后 跟黄芪大枣 大枣一起煮 放在砂锅里面 敦煮 加适量的清水 然后呢 敦煮用小火煎煮了以后 取它的汤 带水呢 跟糯米煮成粥 就叫做加胃羊骨粥 那再用盐跟葱姜调味 那这样呢 得到的这个热量 就是在热量呢 有1910大卡 这个是以羊肉计算的 化蛋白质比较多 热量也比较多 那如果是以羊骨计算呢 热量就是180大卡 蛋白质5克 脂肪1克 糖类38克 胆固醇呢 是180毫克 那钙呢 有35毫克 铁29毫克 这是以羊骨来计算的 它的功效就是 强筋转骨 补胜益气 对于这种再生的不良贫血 非常有效 所以呢 要注意的 可以用这个加胃羊骨粥 来补这个不良 再生不良性的贫血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所谓的一些坊间的一个传说 壮阳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 我们在这边介绍的 壮阳中医的食疗 我们先说到 腥本身是具有壮阳的效果 食物中的蛋奶奶制品 全麦面包 植物性的像大豆黑豆 花生 以及肉类中的羊肉牛肉 都含有不少的腥离子 那海鲜类呢 就像蚝 生蚝啊 虾啊 蟹啊 它含腥量呢 也是很丰富的 那也可以用所谓的韭菜炒这个羊肝 那韭菜炒羊肝呢 就是一般小来 就是小小的这个平民哦 就是一般百姓啊 可以用这种韭菜羊肝来作为壮阳的一个补品啦 也就是说做法就是把这些韭菜啊 去子去了杂质 洗干净之后 切了两公分的长 跟这个羊肝切片 把这个韭菜用铁锅热炒以后呢 就是把这个羊肝 羊肝跟韭菜一起热炒 就把它当菜吃 每天吃一次 就有那个壮阳的效果 那主要呢 就是营养成分可以提供热量呢 大概是176大卡 蛋白质呢 是28公克 脂肪4克 糖类7克 胆固醇呢 大概有这个310毫克的供给 钙呢 你看很多哦 59.6毫克 铁呢 是14毫克 它的功效呢 就是给予 给予这个肾阳不足啊 或者是阴晶微软不举的 或者是有这种所谓的冷感 或者是胃寒 四肢怕冷 夜尿平多的 或者是大便稀薄的 或者是腰骨酸软的 它的功效呢 就是有温胜固精 适用于男性的阳尾啊 疑精到汗的这种症状的人吃 那一般呢 黄芪猪腰汤 它主要的成分就是有 黄芪 燕甘草 核桃仁 党生 腰子 猪腰子是一对 那另外呢 这因为是猪腰子一对 所以呢 大概就是一斤多了 那可以用生姜来做一个调味 加盐 这样适量的调味 做法就是把这些猪腰子 去了筋膜 记住哦 猪腰子去了筋膜之后 剖开来洗净 要切成一腰花 所以呢 中间的那个一粒一粒的那个 那个叫做 对切了以后 这应该是说 是猪腰子切开以后 把那个一粒一粒的那个切掉 去除掉 然后要浸泡水 把那个尿烧味挤走 在水中呢 把尿烧味洗个两次三次 把腰子的尿烧味洗净 跟黄芪燕甘草 还有这个核桃仁党参 一起放切成 把这个腰花切 猪腰子切成腰花之后 跟黄芪燕甘草 还有核桃仁党参 一起煮汤 然后煮了以后呢 这个去药渣就可以服用 每隔一日吃一剂 连壶三到五剂 作为一个疗程 好 那这个营养的部分呢 热量大概供给了820大卡 蛋白质呢 有87公克 脂肪呢 有48公克 糖类呢 有10克 胆固醇呢 是1869毫克 注意了 它的胆固醇含量是很高的 那钙呢 是58毫克 铁是30毫克 它的功效 就是要补皮液气 撞腰见肾的功能 所以呢 心脾两须啊 思虑 很忧郁啊 节食 这个饮食呢 不节啊 就是 没有节制啊 饮食没有节制啊 还有损伤 这个心脾啦 或者是生化无缘啊 就是气血不足的 阳势不举的 面色尾黄的 身体非常没有力量的 肌肉无力的 心计失明的 都可以用这个 黄旗猪腰来这个 壮腰健身 补皮液气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荷花花 珍珠肝 荷花花是用干品的 10公克 鲜品呢 就新鲜的呢 荷花花呢 就是20公克 新鲜的珠肝是150公克 利用盐跟生姜来做调味品 做法就是把荷花花 放在水中浸泡 猪肝切片了以后 一起蒸熟调味 当做这个菜来做食用 它可以提供热量180卡 蛋白质33克 脂肪4克 糖类3克 胆固醇呢 390毫克 这个 荷花花珍珠肝 它是有酥肝理气的效果 可以补肝养血的功效 那肝气欲结 情质不输 或者是肝丝 肝丝输泻的时候 通常导致阳尾不举 心情郁闷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荷花花珍珠肝 来补养身体 来补肝养血 好 那肉从容猪肚 我们就是把材料 像猪肚一个 大概有一斤半 大概是800公克左右 加肉从容 肉从容10公克 那它的做法呢 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猪肚洗干净 那猪肚通常要翻过来 把那个猪的里面的那个肚子呢 要刮洗干净 用那个 用一般的一个洗法呢 恐怕只是一般简单的洗法 是没办法的 通常我们要用热水 高温来把这个猪肚洗干净 然后呢 切片 跟这个肉从容呢 就 10公克的肉从容 可以放在肚子里面 就是包扎好 翻过来 应该是说猪肚洗干净了以后 把这个肉从容 10公克 塞进这个猪肚里面 那包扎好以后 用水煮熟 那每天就服用一次 那这个营养成分呢 提供热量是1240大卡 蛋白质呢 是108公克 脂肪是88公克 糖类呢 是4克 胆固醇呢 是544毫克 钙啊 是24毫克 铁呢 是8.8毫克 它的功效就是 肉从容 有补肾 助阳 易经血 润肠 通便的效果 好 那上班族的 症候群的一个 中医食疗 因为呢 全台湾 有82%的上班族 在办公室经常感到头痛 疲倦 甚至恶心 那另外12%的上班族呢 是天 会天天出现身体不适的这种症状 包括了打喷嚏啊 喉咙干燥啊 眼睛 鼻子 过敏啊 头痛 疯碎啊 容易疲倦啊 咳嗽 气喘 还有皮肤发痒 情绪 起伏很大 有这种现象 称为上班症候群 那这样在中医食疗的部分 怎么补救呢 一般呢 就是说 最好呢 就是适度的咖啡跟酒 不可以过量 因为虽然甜食 含有比较多的喜 还有维生素V1 这样的食物 它呢 是可以缓和情绪 跟舒缓身心的 但是 适度的咖啡跟酒 也是有这种舒缓身心的效果 但是不可以过量 那也就是说 较多的喜跟维生素V1 可以缓和情绪 舒缓身心 可以使长期使用电脑工作 陆续出现手腕酸痛 手指酸麻 这些症状 就是痛到没有办法工作 经常检查 发现有这个肌腱肿 或者是有 这个碗碎道症候群 网球轴等 这样的病症的呢 医学上称为 累积性伤害症候群 那通常在摄氏 摄氏的20度C以下呢 通常会增加这种 累积性伤害症候群 发生的机会 所以呢 通常对 要做适当的保暖 是比较好的 也就是说 除了饮食之外 多摄取含有洗啊 维生素B1呢 来缓和群取 跟舒缓身心之外 恐怕也要做 适当的保暖 会更好 那气血霜 双补安神粥呢 通常含有酸枣仁 还有浮神 挡身 还有五味纸 桂花 桂鱼原肉 还有糯米 还有冰糖 这些 那酸枣仁 我们把它洗干净之后 毛巾擦干 放在电板上呢 用刀背压碎以后 跟胡神挡身 五味子一起放在 电锅的内锅中 在内锅里面放的这些 药材之后呢 加上六大杯的水 外锅呢 加半杯的水 煮开 到它跳起来的时候呢 利用砂布过滤 取它的这个浓高 浓的这个汁 那滤 砂布过滤后的 这个高的浓汁呢 把跟这个米呢 一洗净的米呢 包在一起啊 用清水 这个煮一小时 那就可以得到这个 跟这个上述的 那个浓汁一起 还有桂圆肉啊 煮成粥 让适量的冰糖调味 就是所谓的气血 气血 双补安神粥 那它的营养成分呢 就是可以提供 热量480大卡 蛋白质呢 9克 脂肪1克 糖类呢 是108克 它的功效就是 浮神跟胡灵很相似 都是属于叫做 补皮沥水 还可以有比较强的 镇静 安神的作用 那再配上这个五味子 它的炼肺之肾 可以生经炼汗 一般呢 发汗过多啦 身体疲劳 还有元气大伤的时候呢 都可以配着五味子 跟补气的挡身 互相配比使用 就可以补元气 那这些气血 双补安神粥 通常是用在神经衰弱 或者是过度疲劳 失眠 尤其有耳鸣 晕眩 都可以加上 这个酸枣仁 一起配合着使用 可以使症状减轻 那再来我们要介绍 金针排骨汤 金针排骨汤含有材料 就是金针猪 猪排骨 还有枸杞 那做法呢 就是把这些猪排骨 用热水先烫 洗了之后 放在锅中 用加了水 四到六杯 加热煮开 焖热 焖熟 然后呢 放进去这个金针 洗干净的金针 再煮 把这个 排骨汤 再煮沸 以后放进金针 煮沸 加入枸杞 就可以食用了 这个叫做金针排骨汤 那它的营养成分呢 热量就是有 470大卡 蛋白质呢 是32公克 脂肪呢 31公克 糖类呢 15公克 胆固醇呢 有110毫克 它的功效 就是金针 具有 镇静 安神 因为金针本身 又叫做忘忧草 在面对压力 或者是失眠 心烦的人呢 这个吃金针呢 是一个最好的食料 好 那再加上 上班族呢 可以自己做一些 自制的龟连膏 因为呢 材料 就是用 胡林 12克 龟板 枸杞 以及生地 北阴城 金银花 咸荒草 还有薄荷 冰糖 果胶 以及水 这些 把这些药草 除了薄荷之外 放到锅子里面 加8杯的水 烧开了以后 用小火熬煮 剩下4杯 放进去薄荷中 再煮10分钟以后 过滤取它的汤 就可以用了 通常可以用果胶 加4 2分之1杯的 把果胶 加2分之1杯 调匀以后 就取 取在一个 取一个锅子 倒入这些药汁 跟冰糖 然后呢 糖煮了 融化以后 熄火 倒入这个果胶 拌匀 就倒在这个 模板上 模型上面 等到凉了以后 就会沉冻 那这个营养成分呢 热量是很低的 才180大卡 蛋白质6克 糖类呢 38克 它的功效就是 益气养阴 益气养阴 还有清热解毒 非常适合于经常熬夜 或者是工作忙碌 容易火气大的人 食用的 所以我们成为上班族 可以自制归连高 来让自己降火气 我们现在要进入 例题一 那就是说 年老体弱的建议 哪些食物比较好 就是说我们 一般呢 我们可以使用 羊血润乎 猪肝汤 或者是敦漫鱼 敦漫鱼 或者是八宝茶 或者是大枣 西洋生 这些都是比较 对于年老体弱的 这些食物是比较适合的 那例题二 常见的养气血 用于贫血的中医食疗 有哪些 那养气血呢 我们可以吃所谓的 补 补那个瘦肉啊 或者是肉鱼 肉鱼豆蛋 肉鱼豆蛋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像肝啊 肾啊 深色的蔬菜水果 黑豆 龙眼肝 还有丹龟 这些丹龟这些都是非常补血的 那其中呢 有一个叫做蜂蜜桑胜膏 那或者是阿娇大枣 大枣粥 阿娇大枣粥 这些呢 都很适合用于氧气血 那对于贫血 就是像有些造血 机能比较差的 我们就可以用家卫羊膏 来做一个 补血造血的一个食疗 那接下来我们看 例题三 就是治疗失眠 以及心烦的 最佳的饮食有哪些 那对于这样子的心烦 心烦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建议 可以多吃一些桂圆啊 安神粥啊 或者是很简单的食品 就是金针排骨 金针排骨汤 因为我们又称为金针花 为旺幽草 那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金针排骨汤呢 就可以让那个 失眠心烦的人呢 可以得到最好的 中医食疗的一个饮食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用什么 酸枣人呢 或者是安神粥 安神粥也是很好的 酸枣人是一般在这个 古时候都很常用来 失眠的一个治疗的 失疗 那例题是 经常熬夜 或者因为工作忙碌 容易造成火气大的人 应该用哪些食物呢 比如说我们对于 火气大忙碌的人 我们可以建议自己熬一些 叫桂莲糕 那种这样子的一个熬一些 可以吃这个桂莲糕 可以帮助熬夜 或是工作忙碌的人 可以食用 火气大的人可以适合 好 那总结我们上面的 一些整个单元的一个内容 我们已经认识并了解 素食者 还有一般素食主义中 那会对于常会有什么 叶酸啊 还有维生素B2B12缺乏的一个中医食疗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或许可以用一些中医食疗的部分 把这些素食以及素食主义者缺乏的叶酸来补足 那也认识了解贫血经济的食物 像贫血就不能 不能就是对于比较会让自己贫血的比如说茶叶啊 这种含有很多草酸的或是茶叶这种就对于贫血的人就要禁忌 那认识并了解壮年时期的中医食疗 也就是说轻壮年时期比较会有熬夜啊 工作 繁忙 火气大 那我们就可以用龟龄膏或者是蜂蜜 伤身膏或者是这种阿焦大枣周来做一个补充 那对于上班族的个症候群的中医食疗 我们就是建议说用龟龄膏来避免这种火气大 那或者我们也可以用一些黄旗红枣 枸脊当归这些来作为 就是上班症候群的一个中医食疗的部分 尤其是黄旗红枣 加上当归能够使得这个 让上班族的更有元气 然后呢可以有更有精神等等 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个中医食疗的部分 那本单元呢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跟回顾 所以我们都已经认识了解上班族症候群的中医食疗 然后我们就认识了解下班族症候群的中医食疗 然后我们就认识了解下班族症候群的中医食疗